我正在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在当年在成大学了很多理论 今天我有机会将这些理论去实践 去做我的培训事业 很感谢成大当年给了很好的基础我 Clyve是一位培训师 他的工作就是管理培训课程 分析员工培训需要 以及推动员工参加培训 培训就是透过观察 以及与员工交谈 帮助企业找出问题 并且提供改善的方法 尤其我专门做一些奢侈品的培训 其实最重要不是买服务 而是买种体验 我觉得最重要的层次的销售员 是买一种关系 是卖了一种信任 会因为跟你的关系 或者他信得过你就是标界的专家 于是他每次想买标的时候找你 我是郭言德 Clyve是城市大学心理学2005年的毕业生 毕业之后一直都是从事培训的工作 在四年半前也都开了自己的培训顾问公司 到了2015年 Clyve的培训顾问公司开始扩展业务 进军澳门 将他的培训理念打造成跨地域品牌 有一次做一个训练 他总公司的老板 理智瑞士的 他们就来到香港 然后就打算跟同事打招呼 谁知道他一坐坐了大半天 因为他很喜欢我的互动 令整个气氛很好 于是他就说 不如我其他国家的培训都给你做吧 有幸地去到他们的总公司 包括在欧洲 也包括在美国 做一些电话技术的培训 那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Clyve认为今天的成就 来自不忘初心 在毕业礼的时候 那时的校长就是张迅刚博士 他曾经说的一句话 他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仔 无论走到多远都好 都记得这个地方 所以绝对很感谢成大这个环境 让我们很多的机遇 很多的尝试 不仅在学术上面 也都可以让我们尝试很多 不同项目上面的发展 正如学校经常的一些全人发展的方向 那我觉得我正正是做到这件事 不仅在学术上面的成绩 我的座右名是 If you learn because of others Help others to learn because of you 那这句话是我前上师给我的 那我觉得在培训的事业上面 很开心 因为我自己学到的东西 可以帮助别人的成功 和别人的成长